大家好,我是阿湘,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拿这个小样来给大家分享 这里断两根线,补一根 因为家里很多衣服被沉住掉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补它,断了几根线 今天阿湘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像这个断两根,我们就补一根 我们先把这根放在这里 在底部去蒸,就这样 怎么样起蒸,在下几期就分享给大家 我验的线不谈颜色的线,先放给大家看得更清楚 这样就补完一针了 现在补第二针 这个线就让它在底部 这个也更粗 大家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吃力 这个是平纹 倒两根补一根 补一根,补两根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在底部的一根 现在的底部 还会一根 不知道 几根 它就一直逼得像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过一阵 然后我们就这样摄线头 摄线头只上一阵 再上去一阵 就这样摄线头 现在的线头是看不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看不出来 摄线头是不这么长 反应也看不出来 因为本色线的话 是我们看不出来的 像这样我们收了这么长就可以把线头剪掉 那我们把这些线头也是同样的方法把它收掉 先压在这里把多余的线头剪掉 跟这个线头一样的 这个也同样的方法 我们的特征再这样一下就可以了 就剪的这么长 然后就把它剪掉 我教大家在反面收线头怎么样收 你看这里有反面的线头 反面的线头可能你们会更容易 学 在一个小节一个小节 大家看清楚 往上 在一个小节 先拿过来把它剪掉就可以 是不是看不到 这样补出来的衣服正反面都看不到的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反面 用本色线的话就看不出来 大家学会了吗 简单一学吧 有不等的在下方留言 希望按下视频请大家收藏转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